茶本身是植物 其實好幾方面都要注意 茶本身是植物 將它變成茶藥時經過很多工序 再加上種植茶藥時 也有機會接觸農藥或化學物質 所以在選擇時 儘量選擇一些沒有重金屬、沒有污染、 沒有化學物質或殘餘農藥的茶藝 便會比較理想 第二,在收藏它時 因為茶本身是抗氧化的食物 或飲品 暴露在空氣當中 亦有機會讓空氣氧化 所以放在密封器材裏 讓它好好保存 第三,包裝時亦有機會出現問題 因為很多時我們買茶 茶葉沒有大問題 但一些現成即飲的茶包 都有些類紙或塑膠包著 但這些類紙在塑膠 有機會產生微粒的充電 所以在飲用時 儘量留意 加一些無數膠微粒的包裝方法 或者儘量減少使用 最後,在沖調時 我們留意時間 最好不要超過3至5分鐘 因為太長時間的沖調 會影響到味道 甚至單寧之類物質 會釋放出來 而影響到其他礦物質的吸收 農藥是化學物質 如果我們長期攝取過量 有機會積到肝臟 令肝臟負擔過重 另外,重金屬方面 如果我們攝取得多 有機會積到大腦、脂肪 甚至腎臟等不同的器官 有機會影響到呼吸系統 神經系統 甚至乎我們的臉系統 都會受到影響 而小朋友方面 亦有機會導致過度 會有自閉的風險 感謝大家